我们就回到刘志环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 切入刚才您要说的各种爆料的问题 那么刘志环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些嫖娼的视频 他现在这个人还在牢里 那么您是举报人 您为什么会是举报人 谁让您举报的 还是您为什么要举报 当时我盘古大关的项目已经建到一半了 他以奥云村建设所谓的规划 不合乎规定为名 把这个楼强行 没跟我谈过一次 拿走了 然后就给了他女朋友了 大家从案庭的看得出来 然后他当然贪婚腐败了 我就到处告状了 在告状当中纪委和公安说 那你提供证据吗 我提供了文字资料 照片他们不要 他要视频 后来就是两年的时间 公安纪委天呐跟着我 带着我录这个刘志环视频 是安全部录的 是纪委录的 最后让我带了这个帽子 就把刘志环给抓了 查人的资料 好 好